欢迎来到学用数学 数学有用 今天要带大家发掘George Bra的3D功能 谈到3D功能 我们就来谈一下最重要的这个脚椎 也就是四脚椎 金字塔 这个是用Google Earth看到的这金字塔 我们会看到在吉萨里面有三座大金字塔 其中这两座特别大 高度大概多少公尺呢 大家可以猜看看 我们这边可以拉一个小轮 在旁边稍微仰望一下 这时候画面就拉近 对 哇 可以看到这金字塔呢 其实是很多这个十阶 看起来真的非常非常高 你看这个人只有这样子而已 当时我还以为金字塔是一个斜面 后来有的Google Earth才知道说 原来这都是还是一些小阶梯 我们再跳回来 这是这座 旁边呢 这里还有一座 旁边再来一座 好 那这边呢我们一样可以拉近呢 再来看一下 我们就从这边看 好 那这边是一个拉近看的这个结果 这个金字塔真的是 这也是另外一座的金字塔 一样通过Google Earth 我们就可以居家旅游世界观看金字塔 当然提到这个埃及的吉沙金字塔 我们也在提到那旁边有一个很有名的 私生人面像 私生人面像在哪边呢 我们稍微缩放一下 好 在这里 私生人面像在这个北方 好 那这边 其实右边呢就是这个建筑群 好 这里就可以看到 从这边就可以看到 私生人面像 还有这个吉沙三个金字塔 鼓励大家自己用Google Earth 或Google Map来玩一下 这个湖布金字塔到底有多高 它一开始的原始高度 大概是146公尺 更令人惊讶的是它的建造年代 它建造年代竟然是距今4500年前 所以不仅有很多传说 都说这个是不是外星人建的呢 对 这个将近150公尺的大型建筑物 可在世界上长达了大概3000多年的 这个世界冠军 对 而且这金字塔不只高度高 底座也很大 这个边长大约是230公尺 如果把一个金字塔搬移 移到一个中学上面 几乎可以把整个中学整个脸平 那关于金字塔这个角度 还有边长设计 有人说这边很神奇 竟然跟原作率与黄金比例有关 那把边长除掉高度 竟然等于6.28 对 也就是原作率3.14的两倍 4500年前的古海极 竟然就有注意到这个原作率的关系 另外还有人拿这个斜边 对 这边相处大概是0.62 这个呢 也就是所谓的黄金比例 看到这些数字真的让人家很怀疑 金字塔真的是4500年前的人做的吗 还是外星人的杰作呢 那除了埃及金字塔之外呢 其他地方也有金字塔 最有名的可能就是这个墨西哥的金字塔 这个金字塔的阶梯状比较明显 大概建在西元200年左右 也就是一般俗称的玛雅文明的金字塔 有太阳金字塔 月亮金字塔 那另外谈到金字塔 我们还要谈一下法国罗浮宫广场前的金字塔 这个是华人建筑师贝玉明所设计的 就让我们利用Google 20来欣赏一下 我们现在把它拉近 这战前广场呢 这里有个大金字塔 这个塔高21公尺 底座46公尺 而这倾斜角大概52度 其实呢 这个罗浮宫金字塔 我们可以看到 它其实是仿造这个福福金字塔的比例来设计的 在网上也有很多这个罗浮宫金字塔的资料 鼓励大家呢 上网搜寻查一些相关资料吧 谈完这些背景介绍 等一下呢 就让我们用GGB的3D功能 一起重建这个金字塔吧 一起解脱金字塔上的长度角度比例的关系